有了有了 好 好 剛剛講到 講到英國 怎麼來的法會來的 那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跟數學的關係 其實是很不弱的 你只看到說 英文定雄是一個革命的 那 接下來你會看到 當英國的工業隔壁時期真的開始 它開始跟數學就真的 必須要成這樣關係 為什麼呢 我們很多人會說數學是工業之母 但是問題是你真的有體會到 數學是工業之母這件事情嗎 沒有 有多少人曾經體會過這件事情 數學 數學 不是工業之母 那工業跟數學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沒有關係 其實你不需要數學 你的工業能夠發展很好 其實在很多情況下 我們會看到好像 也沒有什麼做 但是當你仔細去 去研究一個工業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每次在一個做不出來的地方 往往數學就發揮了他 關鍵的原來講 什麼是做不出來的地方 舉個例子 以我們整個現在 電腦領域的 做不出來的地方 很簡單 就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就是按個 做不出來的領域的 所有集結就叫人工智慧 因為 但是往往在這裡 數學會發生重要的 重要的講師 目前整個人都會研究 也就是數學的研究 好 那 這個 太先進了 一往回推 工業革命時期 需要什麼樣的數學 其實我們現在看的部分的解說 三角函數 可以計算某些尺度 對 可以計算某些尺度 可以精準的進行測量 對 可以精準的進行測量 那 那 工業革命時期所需要的數學 其實我們現在看的部分的解說 其實我們現在看的部分的解說 但是你知道說 當 紡織機出來了 接下來需要動力 蒸氣機再出來了 從蒸氣機過渡到引擎 這個階段 那裡面絕對有不少數學 蒸氣機跟引擎有一個非常大的差異 引擎你怎麼樣子 讓它 設計的好 設計的精準 接下來 工業革命 一開始是機械化的紙袋 就是說應該是從 應該是 一開始是機械化的紙袋 但是後來 染料變成一個重要的東西 煤進來了 接下來石油進來之後 染料變成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對不對 而且石油的米煤比起來 是比較容易速 比較高品質的東西 接下來 真正最高品質的動力來源 不是石油 也不是煤 而是電 那 一到第二個時代的時候 你就非得要複學了 為什麼 你可以想像 沒有馬克斯文方程式 電磁學可以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 各位 有沒有人學過電磁學的理論啊 領域啊之類的 應該有吧 沒有嗎 沒有嗎 當你看到馬克斯文方程的時候 你就看到蠻場積分 蠻場積分 蠻場積分 這樣子 好冒一個圈 那些 那些在電磁學裡面 扮演蠻關鍵的強生 接下來 當你看到波動的時候 然後呢 如果你研究通訊方面的領域 你就會發現說 sin含數和cos含數 背後隱藏的一個叫負變含數 負變為什麼叫負呢 因為它是負數 負數就是有磁負加虛數的那種東西 負變含數 這個負變含數呢 背後會帶出一大堆的東西 像負利的轉換 如果通訊裡又有負利的轉換 你幾乎沒有辦法用 當你看到影像處理了之後 你看到說 我們的影像本來一大張 你按照原始碼把它存起來 就是.bmp檔的分數 這個.bmp檔的格數呢 如果一張是1m的話 你把它轉存成.cdg 它可以降低1.20分之1的容量 比如說只剩下 剩下20分之1m 所以原本空間可以存20張 而且眼睛看起來沒有差別 那在像.cdg檔 你會看到.cdg檔 壓縮率這麼高 其實它用到的是不利的轉換 而且它只留了一半 它用到的是不利的轉換中的四步 或上以轉換 它沒有取締的丟掉 有沒有人做過這個實驗 我應該有做過這個實驗給各位看吧 我記得在視窗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這個實驗給各位看 沒有 我們做一下 好 沒有的話我們就做一下這個實驗 來 各位請看畫面 好 現在呢 我們這裡 有一個畫面 對不對 這個畫面呢 如果 我把它按clean screen 這時候它會剪到剪貼板 對不對 好 剪到剪貼板之後 我可以開啟我的 抱歉 害到別的東西 我要開啟我的小畫家就好 我把小畫家呢 按貼上 這時候是不是剛剛那個畫面 好 這個畫面 我把它儲存檔案 當我把它儲存之後 我們直接存在這裡 好 我把它儲存成Squid.bmp OK嗎 存起來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大小 放在CCC底下 Squid.bmp 它的大小是多少 2305K 2M左右 好 同樣的 剛剛一樣是這樣嗎 我們把這個畫面 我們把它儲存檔案 我們把它儲存檔案 存成Squid.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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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Squid.bmp 他壓掉了多少東西 但是你把他打開 把他整一個擋蛋的一拼 看得清楚嗎 很清楚 同樣的我們把剛剛的這個BMP呢 打開 一樣看一拼 跟剛剛比起來怎麼樣 基本上你看不太出差別吧 如果你眼睛很厲害 那可能你看得出差別 但是我從來看不出他的差別 這怎麼做呢 直接轉換 裡面知取實物 就做完了 虛部丟掉 所以 用很多地方我們莫名其妙就用到數學 那這些 你會覺得 有些人就開始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工業所需要的那些技術 他背後所需要的數學 好像在幾百年之前 他就幫你準備好 然後 你每次呢 需要的那個東西 你就 就是去找 一個 幾百年之前幫你準備好的數學 來套下去 然後你就發現 他的效果 出奇的好 為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答案 好 沒有答案 來 請各位先看這個畫面 雖然這個畫面其實是 其實是 在這裡 剛剛我們想回答一個問題 工業革命 跟數學有什麼關係 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歐洲 現在你一旦可以感覺得出來 為什麼它發生在歐洲 為什麼它沒有發生在中國 其實有人這樣問 而且問這個問題的人很多 但是後來他們都覺得 工業革命應該發生在中國 不應該發生在歐洲 為什麼 像李約策 就不斷地問這個問題 他寫了一大堆書 他曾經是 整個歐洲研究中國史的領導人物 但是 他總是覺得工業革命應該發生在中國 所以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著名 叫做李約色問題 就叫李約色問題 他就問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 但是他不是這樣問 他說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 因為工業革命所需要的關鍵的發明 通通都發生在中國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發生在中國 那這些關鍵的發明 造紙術 印刷術 紫含症 火藥 這些通通都是發生在中國的發明 但是 中國從來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為什麼 你說中國所為 其實不見得 你自己想看 像 你到清朝末年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中國 但是康熙的時代 你覺得他在中國 那時候早就已經工業革命了 所以光是一個所謂我其實 沒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 這就是從 我從大學到現在 就一直有的疑問 我也問了跟李月色同樣的問題 那我們看到也看到跟李月色看到同樣的現象 但是我們沒有答案 那很多 上一代的中國人 他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 他們也沒有答案 他們去研究 那其中呢 我覺得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金冠濤和華人 這兩個 好 那 那 華人 華人 是 在美國的一個華人 華人 那他是有跟著 年輕的時候才跟著 蔣宗正當稍會台長 OK 那 他當了很長一段時間 稍會台長 然後後來 後來才 到美國去 後來居然變成歷史學家 這個裡面還有一段段 但是他對這一個問題就非常的納悶 所以他後來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用另外一種觀點來看歷史 所以他的觀點後來也變得相當自比 他的觀點叫大歷史的觀點 他自己總結叫大歷史的觀點 因為當你看到工業革命去研究說 那英國在工業革命的時候 法國在那段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這些歷史 到底是為什麼 那剛剛我們這樣講起來 我會覺得好像很清楚 實際上不來 在那段歷史呢 反反覆覆來還去去 非常的納亂 那麼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歷史 舉個例子 各位知道英國在工業革命前期 殺了多少國王 死了多少人嗎 經過了多少場革命嗎 清教徒戰爭 編路打 那些人到底在幹什麼 在歷史上 你只看那個細節 完全看不清楚 所以他最後才說 你一直看細節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角度去看 所以如果你想看他的代表作 你可以看像那個 俄宣和漢談中國的歷史 還有像中國大歷史這幾個書 但是呢 他最有名最有名的一本書 不是這個 不是講公義革命的 你知道嗎 他最有名最有名的一本書很厚 他叫做 《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 講明朝五年的萬曆皇帝朱祐健的故事 他從《萬曆十五年》這一年開始講 他用什麼方法寫呢 完全不是歷史的課本 那種方式 他寫了一本小說 他寫了一本 講萬曆皇帝的小說 叫《萬曆十五年》 然後用來告訴你 中國不太可能 在那個時期 可以產生工業革命 為什麼不太可能 這裡有非常非常深的因素 中國整個國家 立國的基礎是 農業 農業的國家有一個特色 而且中國必須要面對 北方強大的敵人 所以他整個農業帝國的特色 建築在某一種哲學上面 這種哲學是什麼 中國建國 你可能沒有辦法追溯到更多 像什麼皇帝再自由那個時代 但是 從秦始皇開始 接下來他五帝 整個中國的歷史幾乎就成形了 定型了 好像不太在改變 那個定型是定成什麼樣子 秦始皇想要統一一個萬事令文 但是他採用了一個比較暴力的手段 在後來 人家認為這種暴力的手段 就像民視他是法家的代表 那這種比較法家的暴力手段 在中國是覺得 後來病如浪寶受歡迎 但是我要告訴你其實是錯的話 他不是不受歡迎 怎麼他不能講 那真正班上檯面的 用來統治整個國家文明的 不是法家 何宿家 所以儒家被認為是一種 比較遠道的 比較關心人的 比較順應天道的 而且他可以直接跟這張天 連在一起的那種東西 他有相當長度的宗教味道 又可以鞏固皇權 所以當儒家一被董宗宇搬出來 他五帝才用之後 從此再也沒練過 他跟整個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 倒不可過 這影響到 中國後來的幾千年歷史 幾乎 幾乎沒有什麼大改變 每次都有大改變 這一點之經關他 所要討論 中國歷史不是沒有改變 而是他每次改變之後 又會回到原點 這才是中國歷史 非常奇特的地方 那你會覺得 其他國家的歷史 不是這樣嗎 像老子說的 戊籍避反 然後盛籍而衰 不是所有的國家歷史都這樣嗎 不是喔 什麼事 歐洲的歷史從來沒有這樣過 印度的歷史也不是這樣 只有中國是這樣的 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一個朝代建立 在朝代初期呢 你就會發現 哇 每個皇帝都英明得要死 然後呢 每個皇帝都做人風功偉業 每個皇帝都不得了 朝代初期 拿到了朝代末末期的 每個皇帝都爛的鑰匙 每個皇帝都很不成才 真的是這樣嗎 歷史為什麼會這麼明顯啊 不完全是那個皇帝爭得爛的鑰匙 或者是那個皇帝第一名給二十 那經過他就找答案 他後來覺得 這裡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的是 當我們一個農業國家 用了無家思想來統治的時候 跟這個農業國家的展結 或是企鵝 無家思想非常適合用來統治這 這樣一個農業地 但是呢 一開始朝代的初期 人口通常都比較少 土地然後比較大 產權通常都很清楚 而且官僚 官員 人數通常都很少 但是呢 到了朝代的末期呢 第一個官員 人數會膨脹很多 變得很大 大到什麼程度呢 你知道那個 官勞房的那個獄主 帶人家進勞房的那個人 一個獄主底下 還有很多 很多很多那個小咖的 師 的那個 部下 那 一開始呢 整個國家一開始的時候呢 那個獄主是沒有人要當的 因為那是非常低賤的工作 到了最後呢 那個獄主是非常有權利的 簡直就是 監獄毛地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官僚人數膨脹 為什麼官僚人數要膨脹 因為統治者 可以得到好處 為什麼統治者 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當你一個 一個帝國是靠這些儒家官僚 投資的時候 他們可以得到 第一個 合法形式暴力的權利 那殺了你還是合法 他要讓你死 要讓你活也是合法的 你拿什麼跟他推倒 整個 國家在支持他 而且不止 他們還得到了 合法貪污的權利 各位知道嗎 他們這件事情 在各個朝代 不管是初期還是末期 從來沒有解決過 營就明朝歷史的人 都非常非常清楚 明朝的第一個 皇帝朱元璋 是一個非常殘暴的人 殺了多少官 但是特約章講過一句話 他說 你們這些儒生 在我一開始用你們的時候 你們全都 非常的忠心 又非常的有理想 但是過了幾年 每一個又貪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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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 貪貪過關 不要去貪貪忘寶 你就好像是有這一口小泉水 那個泉水每天都會冒出來 你都不會可不可 但是呢 如果 如果你今天貪貪忘寶 生死家獲得人多 即使在朱元璋統治 極端暴力的統治之下 貪的人還是那麼多 所以官僚這種狂障 朱元璋一辭嘛 就開始邁向無法控制的產業 明朝還有兩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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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福家思想建構在什麼時候生長 建構在一個 皇帝透過一堆的讀書人 讀書人 這些讀書人呢 去統治農民 以農民為主的人民 對不對 但是 當皇帝透過讀書人 去統治這些 農民為主的人民的時候 接下來 那些讀書人 大家都想到讀書人 怎麼這麼多 這麼多的想到讀書人 因為 他可以掌握權利 有的官位就有錢 官和錢捨在一起 但是要告訴各位 中國的官 薪水超低 比起老百姓而言 不會比較高 比起商人而言 是低得不得了 但是中國的官薪水那麼低 這麼多人要當官 為什麼 全可以換錢 到最後全換選的機制建立起來之後 就不斷地動漲 在朝代末期都會有一個特性 官僚動漲到非常大的時候 巧立各種禮物 因為要養這麼多官僚 每個官僚都還有家俊 家俊 弟弟姊姊妹妹 外甥全部 拉進來的時候 那個隊伍會多麼的大 但是 當這個現象 開始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個朝代的默契就到了 中國的朝代末期 每次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 農民大起義 西洋的歷史有農民大起義這麼多嗎? 幾乎沒有聽過什麼農民大起義 各位有聽過西洋歷史上面 什麼農民大起義 但是為什麼每次中國的歷史上面 每一個朝代末期都是農民大起義 沒錢 沒錢 因為被掏空了嘛 被那些官僚全部掏空了啊 這些人活不下去直到起義啊 活不下去啊 活不下去啊 活不下去的人只有賴命力啊 他會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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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把佛者 哪裡有地方 哪裡有東西吃 去哪裡 當山賊有東西吃 就當山賊 去搶有東西吃 還是去搶 當農民起義的時候 像太平地的科學啊 就是這樣 所以 你會看到 中國其實不太可能 發展出像西亞那種工業革命 因為 他整個制度設計得太好 設計得太好 使得他非常穩定 而且這個穩定只有他自己的破壞 這個破壞的原因 其實也是他自己的 但是西亞呢 在地中海旁邊 站來站去 站來站去的結果 他非常不穩定 非常不穩定 看起來像個壞事 但是實際上呢 這件事情 一到了十五世紀 唯一復興之後 你就看到 這種站來站去的力量 很強 他們互相之間 互相聯名 最強的人 就是溫宣 所以 你看到 中國不太可能 發展出了工業革命 西亞卻發展出了工業革命 這裡 有一個他的原點嗎 你看 日本的歷史 日本的歷史 你會覺得日本的歷史跟西亞跟中國又都不太一樣嗎 日本的明治危險是差奇特的一段歷史 我們都在歷史上會看到說 民治危險之後就 日本就變強了 而且 一發不可收拾 民治危險之後 變強了之後 馬上就打安波 中國 然後呢 中國也不是對手 所以富拉秀 然後呢 連蘇俄也輸給他 日俄戰爭 最後 還 直接打美國了耶 為什麼 日本的明治危險很特地 但是各位 應該是各位一年級的時候吧 秋晨侯以來演講的 秋晨侯 有人記得吧 他講的獎題就是這個 對不對 他講的獎題是 明治危先執行 日本的數學發展 欸 秋晨侯是一個 華人裡面 非常非常頂尖的數學大師 那 他會講這個詳題 其實 我相信他本身也有夠認錯 不然他不會去想這個詳題 去講這個詳題 那 日本的歷史 沒有那麼多的農民大企業 他是萬事一頭 天皇從頭到尾 但是呢 在中間會經過一些 類似三國時期 那三國時期 但是他們的三國時期 總是有一個比較強的 他們沒有說 三國時期 像三國時期那麼短 然後打一打就沒人 那三國時期經過很久 從封城秀吉 沒有 最後到 赤田信長 赤田信長先來封城秀吉 先 赤田信長 赤田信長先來 然後來封城秀吉 然後在德川家港 對 然後在他活最久 對 他德川活最久 所以到最後其實 德川穆府 德川穆府經過倒墓之後 才 才 進入明智維新時期 對吧 為什麼倒墓 各位 為什麼要倒墓 各位 各位知道倒墓是什麼嗎 就是要打倒那個德川穆府 因為德川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權力的政府 叫做墓府 他們要打倒那個墓府 所以叫做打墓運動 那為什麼要倒墓 我當德川的後勤的時候 其實墓府已經沒有力量 墓府的力量不足以掌控所有諸侯 那又有很多 很多利益衣助承在裡面 墓府又無法掌控諸侯 諸侯變大了 互相打來打去打來打去 社會不穩定 沒有任何一個力量 所以適合所有的諸侯 但是呢 那時候呢 美俄有個將軍 直接開進 日本港 應該是合兵啦 直接把艦隊開進日本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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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迫他要開港 有外來疑人的情況之下 內鬥應該要佔領 內鬥怎麼佔領 內鬥怎麼佔領 好 我們這裡沒有到 當墓府已經吃面俗哥 如果他再不下來的話呢 全部的人 要把他做掉 他能不下來嗎 所以 好 墓最後 墓 放棄投降 他不是投降 他用一個比較聰明的絕招 大正奉行 對不對 奉還給誰 奉還給明治天皇 所以明治天皇掌權了 但是諸侯其實是很強盛 明治天皇剛掌權之後 諸侯是非常強盛 但是呢 明治天皇掌權了 這件事情 讓他有一個機會 明治天皇本身做的又很對 他掌握到了這個機會 他掌握到什麼機會 日本在明治天皇的時候 第一個 他掌握到的機會是 那時候大家有一個期待 天皇會帶領日本走向強盛的境界 第二個 他正確的用了一些人 這些人 導致他的政權 變得很否定 這些人包含哪些人 其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不是人 而是 財團 三井 他用了三井 這家財團 三井當時其實 還是個小小的植物店 但是他開始做錢莊的營業 他開始做錢莊的營業 開始起來之後呢 全國各地慢慢有三井的據點 他做會對 那如果各位 曾經看過 喬家大院 你會發現 他們也是做 做會對 做錢莊 現代銀行的錢神 那三井也是做現代銀行的錢神 但是到後來呢 他的銀行 他的銀行 無敵大 那 銀行做 做的時候呢 在島幕運動的時候 三井財團全力支持 支持 支持島幕 站在島幕的這一派 支持明治天華上台 所以明治天華也是在他們的支持之下才上台 所以明治天華一上台之後 這個等於關係的建立 他利用三井的力量 控制所有的諸侯 然後呢 你就看日本一路從明治維新發展發展 發展到現在 日本人 日本人 有沒有經歷 如果像台灣一樣 這樣的 中小企業的發展執行 有沒有 有沒有像台灣有這麼多公司 日本人有沒有創過業 你說會看到 日本人之所以沒有創業精神 從明治時期就決定 你根本就沒有創業精神 為什麼 你當然不能創業 沒有機會創業 在明治時期 他們有一個財政部長 他 一開始 當到財政部長之後呢 他做了一個奇怪的事情 他決定持官回鄉做商人 他一持官回鄉做商人之中 他一輩子開了五百多家常識公司 他一個人創完了所有產業 誰還能創業 沒那玩 所以日本的 有創業的就那麼幾個人 沒了 創業都是大財盤 三井一直活到現在 還是日本 最主要在財盤 所以每一個國家的歷史結構都不一樣 那 我今天不知道我到底是講師群還是講師群 但是 我希望讓各位 能夠對兩種欣賞的欣賞 一個是初學 或是你還是 對啊 好 好 那接下來 哇 來吧 給各位再看一下 螢幕的東西 好 這邊 我們剛剛看到 在中華文化裡面呢 除了文家思想 你會看到 他有 一個就是 兩千多年來 都是儒家思想為主 沒有壞 但是在西洋文化裡面呢 他是 他不是儒家思想為主 他打來打去 打來打去 所以每一個詞情都不一樣 那 他另外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是 他從希臘時代呢 就開始對 某些 不是人的東西 產生了興趣 不是人 難道是鬼嗎 當然不是 不是人的東西 可是 像 邏輯 神學 然後 集合學 歐基里的 那時候 他對那些東西 產生了興趣 那 蘇格拉里 就是三段論的開放者 就是邏輯的事例 所以他們 不只對 人 有興趣 其實對 東西 對物 對 那種抽象原理 一直都有一個傳承下來的東西存在 那 什麼叫做 文藝木星 就是 中間經過了一大段 太有人去傳承這個東西 後來又把這些東西 又挖出了文藝木星 所以他們不斷的轉移 心氣灘衰落 那 中華文化裡面 有一個 奇特的現象是 他注重一種 叫做 叫做 氣的東西 他的醫學 一開始就注重氣 他不認為說 什麼東西是 是 是 可以 切割 然後切割到最後 會有一個東西 不是 是不可切割的 他不認為這樣 那 跟西洋文化 你不認為說 當你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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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最後 你有一個東西是 不能切的 原子分 當然 其實西洋文化裡面 有一個是 一開始就原子分 這個也經過很長的時期 但是它的原子分 就一直 就是說 從大五推開始 就 往更早時期 它就有這種 概念存在 中國文化一直 比較注重 人倫 但是西洋文化一直 非常注重 分工和邏輯 它為了要分工 它產生了 像管理學上面 這些東西 它可以把一個東西 切切切切切切的 非常碎 譬如說 各位 如果現在要去看醫生 你就會 常常碰到一個困難 我要看什麼科 那那個科 有時候 我們一生自己 都 沒有辦法完全 百分之百決定 到底要是看這個 還是要看那科 非常細 那 在金門沒有這種現象 因為金門的科很少 對不對 那在台灣 你去榮總 去台大科 哇 這麼多科 或是看那個清單 我就看不完 我怎麼知道 我要來怎麼科 所以 西洋文化非常注重分工 所以 是它 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中國文化 非常注重 國家美食 但是西洋文化 非常注重 這種競爭跟法則 在中國文化裡面 數學家 很少被重視 但是有一個意外 天文學 天文學在中國文化 你去榜紀錄 非常非常安靜 因為每個法律 都要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死 它希望活久一點 但是西洋文化裡面 天文學會搶一支他們 數學家 滿受尊重 好 所以大概這樣 我們 繼續休息一下 男教育學長 一樣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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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在後面睡覺嗎 去睡覺 要大雞的廚師就好 可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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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威傑 你有吹藏豆腔嗎 高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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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藏豆腔嗎 高威傑 那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是誰 他有點突然滅我說也是精盪絕的嗎 我看他 然後咧 根本在滅我 關 breaking 你 想誰 走 關鍵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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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喔 好小喔 快來啦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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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買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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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們今天沒有 我們今天有放 那是奶油嗎 真的是其他 對 周潢姐 這是張九旁 高爾街 這是律動 那個是還追 就是 這是 抖火卡比 是 氣皮卡 這等一下就把他敲定 中間有口號,因為下面是白板,上面是什麼?上面有口號,中間是白板,上面有口號 基本上,一隻手拿出來 AF,又沒有設計,它透過的最常,它基本上是正常作用的,是 privacy,他其實是一個現場校的校長,是學校學商的,他們就會有自動專程那種他們所在租用的 他應該不是現場訓練 他應該是一團隊 是一個武裝 是一團隊 他有信心的 他有信心的話 他會依照的 現在是別人 收拾頭吧 然後 然後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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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還有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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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一起再講 那個 公園 公園 這一點 我都忘了 我都忘光了 一 二 三 十 其實我們要猜猜你會在開發說行李 那都請你來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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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東西我來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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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有想要去 再來是APA APA APA 就先上 一二二 那是一費 一二 一二 你要加速度 一四四 那是一個 一四四 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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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P 25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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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四項全部都免費 所以你在越界上其實 你不爽 你不爽 像背負布的鞋子 你不爽 你不爽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要是繼續 HPM 有CSS 可是我可以說 如果 這兩個多 我可以先進去 進窗 沒有 那 沒有 有 添加速度 沒有 不行 有 照顧 你 還有 差 是 想不爽 去